继续和大家河马懒人包 现在用了新的心态和新的方法听直播 好像高效了很多 就是宁愿听闹一些东西 我也不要和他磨爛石 总是一发一疯我就飞 一骂人一播录音一吃东西全部就飞 因为飞很高效就会快速了很多 即使可能会听漏了某些东西 但也不会听漏得很多 而也集了很多东西 今集是参卓礼仪 今集有主题 每集都有主题 我会和大家继续设计 因为有些东西是广东广西的 所以继续大家来支持 我们这边的烂盘包整合 上集说到他害怕搭飞机 所以现在都没有搭过 会尝试搭一些短途 期间是大乡里道连飞机内笼的描述 都是错流八出 和笑大人的口 想不到今次粉丝好像有一个 连续剧的连续 很多人说你鹿马不可以吃东西 sand 但卖冠着一堆的笑话 呢 我们稍 indu all 再说 关注澳门那边 很多人在关心何马你报警未 似乎根本未报 可能打了一个有关电话过去 但别人那边当然叫你来澳门报 你举一个澳门人 你不是说街上有人报警 你不是报警说街上有人打劫那些 你要举一个澳门人指控他 似乎怎么会是报999 可以做得整个事情 但他死冲 澳门政府管制很严 会监察他们的频道 不过未必会立即抓到 又露点钟粉 钟粉都凄凉 让这东西不停乱说24 而那些人又没有辨别能力信到十足 有些人说你过了澳门未 就是挑他机 结果被他骂回头 我为什么会过不了 你说我进不了澳门 我怎么会进不了澳门 就是这样骂一大堆 又有人冒充他的黑粉 冒充他的钟粉指微 不停用一个新币 不停用一个新币 指微 不停留言 后来被河马发现了 而且他也挺聪明 学聪明了 这边都是陷阱 不过有没有人教也好 每天跌一桌 跌几十桌 你始终都会学聪明 除非只是弱智 何马未去到弱智 他怎样都会有些头脑学得聪明 另外说自己不会去烟酒地方 不知道是否夜场 有些人陷阱他 他很懂的 我不会去烟酒地方 我很怕烟味 何马会不会年轻吃烟 就未知 因为如果那些人年轻吃烟 去到中年老了 除非身体有些事 否则都会继续吃烟 你不要以为宽祥不一定吃烟 有些宽祥的女子不一定吃烟 这不是绝对的 他不吃烟之余 又说自己不说粗口 然后就改口 你不说粗口? 那你以前说的是什么? 我们听的是什么? 改口就是我本身是不会说的 我抖音都没有说 是没什么说 你抖音怎么会没有说 只是你知一说粗口被人举报 就不能说 后来才来到YouTube 变成天堂 他说过 踢爆了很多东西 然后他说 是被你那群黑粉激到 不说不行 就完成了 去合理化自己说粗口 你还要不是说粗口 是说一些很咒很毒的东西 咒骂那些毒话很毒的 被他咒过 我想都三世没人行 给这个河马 骂你们 我是想教你们 然后说 河马 你这样没口德 你吃多少粗都没用 不如试试吃粗 他说他自己信佛 河马又信佛 不过他信佛 但不吃粗口 因为说到粗口 有些人叫他信佛 他说我是信佛 我是信佛的 他说何太说 不过有些人说 你有没有吃粗 吃素 有没有试过 他说有试过吃素 但真的吃不到 他说他人一定要吃肉 下肚 这个人就是累气重 你这么多罪业都不去吃粗 但是那些人没有要他 如果他有罪业 那些也就是 你明明有个逻辑 不过现在他很聪明 被人玩得多 他就当学习 会不会是 这个傻马 会不会当在直播 当跟粉丝交手 你们给他学费 你每笑他一次 他就学了一次 所以都说不要笑他 不要说他错 你说他对 你说他错 就教精他 你什么都说他对 什么都赞他好 叶美人 那些 总之表面上 赞实是阴他 这些是最好的 你说他错 他心想 他当场当刻 当然不会认 但他事后他知道 他事后可能在床边 跟老公仔说 今天真是 好彩黑粉 这样说我 他想着笑我 谁知道又被我学精了 这帮傻粉 被流量 还教精我 可能他晚上 又和伯伯 又在自我聊天 所以一定要赞他 叶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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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美人很漂亮 今天 其实没有人说粗口 可以比河马 我支持河马 说粗口 你要说这些 不过又不是黑粉 说得出 因为黑粉 不是 白粉 都不是 会这么理性 都是想进去骂他 你还要去转模 改为赞他 支持河马 说粗口 河马说粗口 是世界上最好听的 是一个网红 又说黄老师 不会再出现了 自我踢爆了 编剧 大话 只为白 究竟知道多少 总之黄老师 不会再出现 然后 有粉丝想给他一万元 没有说明是什么 总之 给他一万元 结果他又觉得 那个人玩他 于是就爆粗口又骂 刚才才说 你不想说粗口 现在又 别人给一万元 都给你用粗口骂 神经 清清 他现在也知道 因为真的很多人教他 他现在知道邻辑在哪 他不可以认清清是自己 所以他就说 你们有什么资格 看不起清清 他已经和清清这个角色割了尺 他用第三身去看待清清 你们没有资格看不起人 现在懂得玩 真的学清楚了 还说人家清清出来做 你猜他想的 可能迫于无奈才出来做 所以不怕的 他怎么玩都可以阅读到他 因为他是有东西 他是身有史 所以一定是阅读到 他现在就是说人家可能迫于无奈出来做 所以不怕的 所以不怕的 他怎么玩都可以阅读到他 因为他是有东西 他是有东西 他是身有史 所以一定是阅读到 他现在就是说人家可能迫于无奈出来做 便被人怯逼 他只是拍片的 虽然真的有什么 有打真军的 但他是AV旅优 不等于Chitkin 不等于狠得基 但他自我的物化暗示了 他出来迫于无奈出来做 你做电影明星 不同出来做 他竟然是清清等于出来做 那就是又爆了些东西 假如数学题 方程式题 假如清清等于河马 那就是河马当年是迫于无奈出来做 他希望人家体谅他 体恤他 以及你们没有资格看不起出来做的人 有些人是哄他唱歌 有个粉丝说 他说河马 我什么什么什么 我又怎样怎样 我生日 希望你唱一首生日歌 给我 那河马表演欲强 他评论过 就算是不是黑粉也好 他整几天表演 就唱生日歌 但我没有听他 我只听到他歌 还没唱了几句 不知道他唱什么 不想听 不想回忆到 有些人说 河马你很好听 唱歌 会不会去参加声梦 其实是因他的 因为声梦是年轻人参加的 中年好声音才是河马能够报名的比赛 但是黑粉应该是因他的 河马参加声梦 但他不知道什么叫声梦 可惜他傻人傻到 他不会知道 中年好声音 我认为他会知道 声梦他真的不知道 总之 他说我不会参加这些比赛了 这句 他是 叫做什么 敌暗我明 他前路不明朗 他就不回你 头石问路也免得 总之抓了一大集 他不知道你什么差事 声梦 以为你埋伏后手 想着音他笑他 他就礼貌地 他又不知道 他又分辨不到这句是音他 还是真的 他就说 我不会参加这些比赛了 后来就说 说到 就算张敬軒邀请我 我也不会出席 然后有些人说 给他一万元 他说 我重新整理完 顺序 一趴趴地说 后来这一段 他说到 有个人给他一万元 他说 你给他一万元 我就要了 然后他很大声 说张敬軒邀请我 我也不会出席 那里是发晦气的 然后后来他醒了 他的RAM转换了 他里面心底里就 他就转毛了 因为我不是什么大事 我是怕连累到别人张敬軒 怕你黑粉搞他 其实第一 他就扮贵 你哪叉我都不会出席 但后来他心想知道 说错误又兜了 现在懂得兜 还有转数 懂得一路去转 还有他就 到最后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 说停播就停播 因为电脑出了一些问题 到最后再补充 然后人们继续打蛇 随君相 又说给他一万元 又叫他唱新歌 接着连接着 叫他参加比赛 接着还说张敬軒邀请你 你会不会出席 似乎现在留言者都很厉害 开始你懂得玩时 即是你懂得教清自己 别人都进化 大家继续捉好这盘棋 后来有个粉丝很诚恳打了一段 就说想追求你 我很仰慕你 他这个就没有帮 反而转移 就说你们死于心 不用追求我了 我不会类似 不会受构那些 你不需要想如何追求我了 但是他老海就离不开 钱钱钱钱钱钱 这样也转到 就说不过 大家如果将来有机会 可以成为生意伙伴 我也会考虑的 又会这样也转到他钱 这个人无钱不欢 老海全部都是S两栋 然后到时他会经营一些护肤品 他会分享如何扮好心得 有些人有阴拒他 可不可以教我扮好 其实也是跃喻他 但他又可以转化到生意角度 我将来经营护肤品 一定会分享 就算我不分享 我都会请人和你分享 不过我的专场 其实是财商的 有些人说 有些人是转性挑机 就说 你有什么专场 经常说得那么好 他说我的专场就是财商 他的专场原来是财商 厉害 然后你不见我经常分享这些知识吗 这些傻人 大家在我这里听就好了 我调节了自己的心理去听 不然你这样听又是生气 我现在是两倍速加狂飞着听 你看我都集到那么多东西 其实也挺厉害的 自己赚一赚自己 我快了很多 我比起以前听他那些 现在我无论如何 首要是学好了财商 有些人叫他学一些餐卓礼仪 他说那些餐卓礼仪 我不需要学了 有些人说 你学财商 你发达了 你也和有钱人接触过 你是不是要学一下有钱人礼仪 那河马又自信回答 这些不用特意去学 我到时就自然会认识 他好像 如果你想起这个乡下婆 去一个那些全部 不过就没可能发生了 我们想象一下 去一些全部那些 亿万富豪 那些什么学会会长 什么商会荣誉主席 这些什么什么创办人 那些座佣六个机构的CEO 你去过那些场合 你想想河马就 拖着阿帕这样出席 然后两只脚 括弧脚押了出来 他说穿对小学生物 搭一对138元的淘宝皮鞋 你想起来笑死 他说不用特意学 如果真的要训练 当然不可能 我们幻想 当这个河马塞的无神 变了几十亿身家的人 他要找个人教他 学一些礼仪 我想教他那些偶血 我想这样说 你要教河马学会 一样东西 我想教到偶血 他还未学会 为什么呢 他会自己 会抵抗那些理论 然后他会用他自己的理解 去反驳你教他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这样握那叉 我这样握不行吗 你看看多漂亮 老公你看看 我这样握不是漂亮过吗 为什么要跟他学这些呢 例如就是给有钱人 说一堆歪理 那个人就拗了头 但是心想 我又收了你钱 有时服侍这些 幻瞎的有钱人 也挺麻烦的 如果他自己不知道 他又想学会 然后他又没有那个知识 但是他的辩驳能力 又强到不得了 你也挺厉害的 可能要再聘用 一个PR 危机处理 那些 这些天方夜谭 他怎么会发达 如果发达 我想有可能激到偶血了 真的 然后他还要说 我这个发型 他跟我老公说 我这个发型 可以出席很多场合 其实 这个人是傻了 对的了 不断给他多幻想空间 就是最好的方法 你们看死我 突然间又转模 突然又发疯了 不知前面的人腰里有什么 总之 你们看死我 我一定要成功给你们看 这下是认真的 认真模式 转模式 你越刺激我 我越有斗志 然后骂着骂着 电脑突然间显示 可能最后10% 还是20% 现在的电脑会显示20%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20%、10%、5% 应该 你当10%也未必立刻熄电 但也要立刻搏线 那些 我之前说 它电脑 很早好的时候 因为又免得罪到别人的电脑品牌 但我买这些电脑 或者买某些电脑 他每天长命直播 又不太适用 我想它会降到最光残残 另外会有很多设置 令到电脑消电很快 所以很早 还在公园直播 我说 他这样玩 迟了不久 就打柴的电脑 结果 那部电脑应该打柴了 或者 我就以为 我又怀疑 他在华强北那些 又买了一部 事别的后备二手电脑 顶当 如果不是这个版本 他原本公园直播那部 特意买的手提电脑 应该被我预中 电已经打柴了 他说 播了一个多小时 没电 怎么搞错 快点拿一条线 原来他不接着线直播 即使在家里也好 我说过 他怎会不会接着线 然后我们又怎会想不到 不接着线 免得教他接着线 但他应该想到 只不过我没说 那就是奇怪 为什么你不接着线直播 我连这个疑问也不提出 虽然又被正确特工笑了一段时间 现在你就揭晓 这个逻辑很明显 你在家里为什么不接着线 要么是A的原先电脑 电打柴 为什么不接着线 我就奇怪了 我怀疑A的电脑 就坏了 在华强北买的 那部可能配不到线 或者不够长 原来不理A电脑 B电脑 应该是线不够长 那他搞不够 就唯有搞了两搞之后就下播 应该是因为没有电而下播 之前有一次突然间中断 应该是没有电自动强制 关机的 再早前又是无端端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间就停播 应该又是触碰到一条线 或者一部机器突然 电是弯了 它突然间 多少也好 突然一下降到0%自动关机 或者RAM的负荷太高 又是自动强制式机 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去黄金商场 被人露点 这个逻辑也对 如果我露点河马 我不会被人知道 虽然很想炫耀战绩 Selfie一幅 我用河马来光顾他们的电 我们的店 不过也不行 立刻被人封艇 立刻被人举报 所以不如做件事 就是露点河马 给一部五六七箱 扮认全新的电脑 你去黄金那些买就死定了 可能是这样领了 也不知道 真的自己也不知道 以为买一部新电脑 原来里面的馅子 全部是二手货 打了柴 用正价卖给你 这样就开心 恭喜那间店 领了河马一笔 可能用一成的成本 赚了十成的利钱 怎么也好 我们是各种奇想 来到这里先 你看也挺丰富的 很快速去听了直播 这一集 参卓礼仪 他不需要学 不需要特意学有钱人礼仪 他说这些东西自然就认识了 可能真的有人会这样认识到 但他绝对不可以自己自然去学习 这些东西 满脚也是那些牛子的人 怎么也好 我们在这一线下 记得按订阅支持一下